从去年开始,领克的推新速度明显加快了 去年底,领克06也已经在工信部正式申报 日前,领克06的动力信息也被披露 新车将会有1.5T三缸燃油版和1.5T三缸插电混动版本 其中,燃油版最大功率为177马力,峰值扭矩265牛米 插电混动的参数目前不太明朗 作为一款定位入门级的紧凑SUV 06的车身尺寸4340×1820×1625毫米 轴距2640毫米 虽然尺寸并不算太大,但是却有着跨级别的质感 相比于领克01、02和03 领克06的外形虽然也有着领克家族非常明显的标志 但是06却和其他的三款车型有着很大的不同 它的样式更贴近于领克05 前颗衫和大灯组的尺寸更小、更精致 而尾灯仍有部分领克01的味道 但却变得更精简 尾部的设计感也更强烈 侧面C柱到车尾部分的造型也能够看到很浓郁的领克05的风格 领克06内部的造型目前尚未公布 但预计同样会和领克05的相似度很高 领克06的配置同样很丰富 比如可以选装19寸的轮圈 助车摄像头、ACC、自适应巡航、驾驶辅助系统以及全景天窗等 其实从领克06的造型我们不难看出 这是一款定位年轻、运动和个性的SUV 它主攻的群体就是年轻的朋友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